戒烟中心为帮助患者戒烟 居然派人24小时贴身监视他 哪怕只抽一口 都有可能家破人亡 今天虎将带来的这部电影叫做《猫眼看人》 小花是只流浪猫 虽然自由 但生活艰难 有时还会被流浪狗欺负 这天 小花在玻璃展示墙中 听到一个小女孩正在求救 正当她想接近女孩时 一个徒头大叔突然出现抓走了她 另一边 莫先生听朋友推荐来到戒烟中心咨询 但当她看见中心里诡异的气氛和情绪激动的医生后 她改变了主意想离开 可医生锁上了门 还让她看一个带电的笼子 笼子里关着的正是被秃头大叔抓走的小花 医生强迫她看着小花被电的上窜下跳并威胁她 如果偷偷抽烟就会把她的妻子关进铁笼 遭受和这小猫一样的待遇 不仅如此 中心还会派人24小时监视她 半夜 莫先生烟饮饭了 他偷偷起床想抽烟 还没等点着 就听见衣柜里传出了奇怪的声音 他打开衣柜 发现衣柜里竟然站着一个人 吓得他赶紧把烟搬成两半 可想抽烟的欲望实在难以控制 抱着侥幸心理 莫先生开车时偷偷抽了一口 却看到隔壁车里的男子对他诡异一笑 莫非他也是监视自己的 意识到不对劲后 莫先生急忙赶回家中 果真不见妻子的踪影 他又想起医生的威胁 又想起铁笼里的那只小猫 莫先生匆匆赶到戒烟中心 心爱的妻子真的被关在铁笼里 他愤怒地与医生扭打起来 褪丧之间打翻了猫乡 小花立马趁机逃走 被医生和助手控制的莫先生 看着妻子被电得痛苦尖叫 便下决心一定要戒烟 几个月后莫先生成功戒烟 但也因此长胖了一些 临走前医生开玩笑说 如果他再长胖 就切掉他妻子的小拇指 他笑着离开中心并没当真 可当他看见妻子的手时 发现妻子真的没有了小拇指 另一边小花继续流浪 这次被一位好赌的富豪看中 这天富豪抓了妻子的情人小强 不过倒是没有急着处理他 而是和他打了个赌 如果他能踩着大楼外围的窄边走一圈 就放过他 小强看着只有十多厘米宽的窄边 和十几层楼高的建筑 这掉下去可是会粉身碎骨的 他双腿直打颤 但是面对富豪的威胁 他没有选择 只对翻过栏杆站了上去 富豪当然不会让他那么轻易地完成任务 他吓唬小强 想让他抓不稳 还用高压水枪喷他 但小强却像走了狗屎运一样 成功地走完了全程 不过富豪可没打算真的放过他 他找来了枪手要杀小强 这时小华看热闹路过 绊倒了枪手 枪也甩了出去 小强反应迅速捡起了枪 击杀了要逃走的枪手 并逼着富豪也绕大楼的外围走一圈 而富豪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在驱赶爱事的鸽子时 不小心跌了下去 哎 真爱生命远离赌博呀 小华离开富豪后又开始了流浪生活 这次他路过一户人家 看到有只怪物跑了进去 小华紧跟着他进了屋内 这家的小女孩十分喜欢猫咪 他一看见可爱的小华 兴奋地请求父母收留他 妈妈答应了 但不允许冒在屋里过夜 深夜一家人都睡着了 女孩房间里的墙突然裂开 一只矮小长相丑陋的红眼怪物探出了头 她先是笨拙地爬进鸟笼吃了小鸟 又悄悄地爬上床 捏住了女孩的鼻子 想要夺走她的呼吸 小华早已有所预感 顺着窗边的树爬进了屋内 怪物一看不妙 立刻跳下床溜走 眼看着小华追来 她抛出手里的匕首刺伤了小华 混乱间 鸟笼不小心被打翻 女孩的父母也温声赶来 看到死去的小鸟和窗边的猫爪印 本就不喜欢小猫的妈妈 认定是小花吃了小鸟 第二天 爸爸发现了小花的伤口 并告诉了妈妈 可她坚持认为 那是吃小鸟食手的伤 于是 妈妈趁女孩和爸爸都不在家 用食物引诱小花 把她送去了动物收容所 女孩回家后找不到猫咪 猜到是妈妈做的好吃 虽然心有不满 但也无可奈何 夜里 怪物再一次出现 她确认窗户锁好 又把门堵住之后 来到了女孩床前 就当怪物捏住她的鼻子 夺取呼吸时 小花从烟囱中进来了 原来 她一直很担心女孩 趁着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在位时 便冒着大雨偷偷跑了出来 怪物不是她的对手 跳下床想再次逃跑 却不慎掉进了床边的罐子里 小花趁胜追击 爪子伸进罐子里撕扯 怪物一个翻滚 连带着罐子一起砸向墙角 罐子碎了 墙边桌子上的书也掉落了下来 正好堵住了出口 怪物眼看没有了退路 想用房间里的氢气球逃跑 小花腾空而起 打得它像陀螺一样旋转 然后摔在了唱片机上 聪明的小花打开了唱片机 把速度调到最快 怪物被甩了出去 正好掉进了旋转的风扇里 一下变成了肉泥 此时 父母撞开门进来 看见满地的狼藉 和跑回来的小花 妈妈气得要再次把它丢出去 但当她看见怪物破碎的尸体 和墙上的洞时 他们不得不相信 是小花从怪物手里救了他们的孩子 妈妈让女孩保守这个秘密 流浪猫小花也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家 保护着她的小主人 这部电影由三个荒诞 又略带惊悚的小故事组成 小花作为一个旁观者 把这三个故事串联到了一起 我们看着墨先生一次次被欲望控制 心存侥幸害了妻子 看着富豪因为好赌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看着女孩的妈妈 差点让怪物夺走孩子的生命 成年人的世界里 或许充满了虚伪 贪欲和荒唐 但孩子和动物 却让我们看到了 存在于另一面的真善美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见